好了 接着看第七场赛事 第七场就是四班的1200米 就回到草地的赛事 大叶门是胜利财子 2.2倍开飞 过完关帽都是2.2倍 最后阶段是2倍的 幸运有你就有过关飞 5.1倍开飞 过完关帽落到3.8倍 尝尾有没有再下飞呢? 没有 它回飞 回上来5.1倍 对行之星 尝尾着绿灯落到13倍 春风得意又是绿灯落到6.2倍 那只圆圆动力是19倍的冷门 七场赛事 四班千二大二是三 好 你一开集的时候 有只马大楼集升梦帝国 前面快的马胜利财子 但是圆圆动力三机的战步已经将它赶过 外面蓝衣就幸运有你 第四位还诚心所缘 内栏第五有这只黑衣的东龙镇 橙色眼罩进占第五中档 还有进休自在 外面是特意来的 后面的马健康美丽 内栏位置粉红衫 尾四左右春风得意 后面三只 黑衣龙宝宝 蓝衣星梦帝国 在后面暂时是对行之性 好了 转弯入直路 前面圆圆动力带着 幸运有你第二位 守住内栏第三 顶头热门的那只 就是红衫的胜利才智 诚心所缘第四位 东龙镇第五位 等入面春风得意 拿出去的马有进休自在 再在外面追一点的马 还有这只健康美丽的马 兜到尾最后二百多米 圆圆动力放顺了 只来了一个多身位 第二位的马就是 幸运有你 卖变了胜利才智 再看到后一层的马 还看到春风得意追紧 外面位置还有一只健康美丽 最后一百米 圆圆动力占占半个身位 幸运有你 追捕整条直路都过不了 第三名就是胜利才智 第四名就是那只春风得意 这只幸运有你 其实真是满肚物圈一出来 想起来是劏人的 想不到遇了伏兵 想不到过不了圆圆动力 是的 因为圆圆动力之前的赛职 都比较普通 之前跑泥地好像都不甚了了 怎知道这场又这么硬 幸运有你 这些自视都很高 这些视习都闻风味动 跟高斑马那些 肥仔厉厉的视 健康愉快那些 在里面都不用动 他都不测试给你看 那当然了 如果测试了可能会赢的 测试了又没有五倍 以为都够了 对着一组 看上去不是很聪明的 伏兵 就是遇到圆圆动力 又想不到 怎料回来跑草地那么硬 之前那些施难都不来放 他突然这场又放得到 还有就算他放得到 你也没有想着他会这样 顶得这么好的 对不对 从书着风开始浪亡 最初可能都觉得过了 应该想着 应该轻松过 谁知大边大边打下去 都过不了你 你高个角度再看就是 你头二晚慢慢拉开了 第三名的胜利才子 已经 刚才直至继续都没得继续 这个第三名 我想本来可能 幸运后你打算胜负距离 就是现在他跟后面那些码的距离 想不到原来还有一只 他过去也过不了 我想他到300 一只到300 我还可能很有信心 赢了 看看分段时间 可能头段容易一点 24秒24 第二段22秒51 末段22秒正 总时间1分08秒75 那我真的要问一下 联马斯·罗富泉 这匹马 有没有想到原来回来 草地跑的效果那么好 其实上一两场 我都打算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好档位 我打算跟着人家放投马 那两场都是比较失望 我今场打算尝试自己放投 自己放投被人追 那他今次就 那一场的升运 那一场 漏了杂的 升运帝国 升运帝国 那变成了我们 上期自然可以放得到 轻松地放 那变成了 人家追着他更好 基本上现在 其实之前在上手马房 好像健康的记录就很厚了 看到他的脚患马 其实他现在的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其实因为他之前是走掉过 变成了伤的脚 其实我接手的时候已经康复了 上一手的联马斯·罗富泉 就好了 我都是叫做 行运医生医病尾 其实贵来会不会再出呢 应该会再出 因为只要他有对的路程 会再出 上手的联马斯是同伴 当然搞得好 转了马房第三场就赢了 其实他以前也放过 在上手的时候放过 但回来也断得很快 但今天又搞定了 被他放得到 有些预料之外 都整个二十倍 没想过他可以放下去这么硬 顶着都是有些潜质的对手 不过就是了 我想幸运有理 这场真的想不到这样的伏兵 再跑多一场这些马 应该的进度就大一些 虽然说季美 小心季美赛职 但我想这一匹马 应该值得跟进的 值得跟进的 我认为赛前都看过这组马 都有限公司来的 想不到你突然的进步这么多 至于那只热门的胜利才子 当然对头二马就没什么威胁 好像看到直路 他就在这样黏着蓝 省着走 但好像这马都是有点 躲进去 抛极他都不肯出来 这样的情况出现 不知道会不会都是 宁愿他可能易疊走 那些他反围可能会走得自在一点 有点失望 这个第三是有点失望 其实你看到潘顿想抽出来 带马就是折去里面 折去里面 会不会有印证到 其实上一场赢他 那只神之水敌 原来赢他 不是那么厉害 现在就肯定印证到 因为今天神之水敌 也表现出原来不是那么厉害 不可以说不厉害 没有我们预期这么厉害 那些赛职要这样推算 你要跟着跑来才能推算 所以就是这样要对比 不如先休息一下 回来做港帝八场